一碗菜饭承载了小时候的回忆 一份锅贴追溯了当年的味道 有些人就是会为了这样的小吃 不远千里而赶来 这条步行街上的菜饭店和锅贴店 仅仅相隔两个门面 但他们背后却是同一个老板 正值下午休息 老板又开始盯着厚厨制作了 现在这皮子怎么擀得很厚吗 稍微再擀得薄一点 包的话也要注意风口 你好 我叫刘晓成 从事餐饮行业三年了 一直对这种传统的小吃比较有情怀 现在发觉周边的这些小吃都越来越少了 有个心愿就是想把这些小吃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把这边的话受热均匀一点 让口感会好一点 底脆 极薄 锅贴没有底的话没有灵魂的 为了能做出小时候味道的小吃 作为老板的刘晓成 亲自去各个区寻找老师傅 并学习制作 阿巧锅贴 廊下菜饭 包括还有那个金山风静镇的汤圆 都是一些我们小时候的传统美食 每个产品都是我跟一些老师傅学好以后 在教我们现在的徒弟 每个技术岗位我都是轮转过的 都会亲力亲为去教他们 虽然都教会了 但不代表品质稳定 每周他还会开会讨论菜品的质量 饭的话这两天我发觉 口感的话没有以前这么好 炒的时候一定要炒匀 水的话一定要炒匀 想象体有个汤鱼 难道应该裂壳了 人家今天十年 也没有那个汤鱼 也做过来比风油 把味道裂壳了 老师傅鱼都要紫意 跟伯伯人工 风口落沙 也要风落 要么多让我个鱼子 心自流出来 跟马鱼上进去 不仅如此 每天早上四点 他会最先到店里 盯着后厨制作 随后检查进货的食材 只要是新鲜的食材 他都会把关 感觉金鹅油的部分太多了 你们跟你们超市说一下 以后我们这边 送稍微近一点 好的 给我们领导谈议一下 为了做出美味的传统小吃 每一步他都不曾怠慢 今天我们请老板 教大家制作 家常版的咸肉菜饭 这看似简单的菜饭 制作起来可讲究了 原材料如下 我们一起学起来吧 首先是这样的 我们先要准备 将近两斤的米 这两斤米呢 必须经过水里面 泡发二十分钟 这样能让米的口感 非常饱满 第一步 炒汁 第一步我们先把火打起来 热锅 冷油 温度基本上控制在 一百二十度到一百三十度左右 等锅热后 倒入猪油炒制 随后加入姜末 咸肉 去腥皮香 猪油一定要多 猪油一多的话 它炒出来这样的一个菜饭的话 这个青菜会很弱 特别是现在打过霜了以后 炒出香味后 放入青菜 一同煸炒 煸的时候也不用煸的时间太长 把青菜煸透以后 就可以加入盐了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 适量放入 等到水沸以后 就把刚刚捞出来的米饭倒进去 煸炒至里面的水分 充分和米粒融合在一起 这个步骤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如果你把米粒倒到电饭堡里面烧的时候 如果这个水分你现在不炒干的话 会发生底下的米会偏烂 上面的米会加深 翻炒均匀后 等到没有很多水分了 就可以将菜饭放入电饭包内蒸 把米粒的话 中间搓几个洞 让这个蒸汽能充分和米粒融合 确保这个米粒受热均匀 均匀戳好后 就可以盖上盖子蒸饭啦 老板建议最好用高压锅蒸 这样做出来的米饭味道更香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